網友聯署提議把台灣的時間提前一小時 但直接改時區對台灣的影響有多大 不只算命算不準 更害怕你的工時可能不小心被吃掉 時區提前一小時日常用到的手機 打卡機金融ATM 數以萬計的電腦主機環控系統 通通都要修改 更衍生出多餘的加班問題 以一小時正常工時八小時計算 加班最多四小時總共十二小時 但改時區當天全部工時加一小時 正常上班時間從八小時變九小時 多出來的一小時是算加班費 還是正常工時 在那一天要調時差會從零點鐘開始 那如果零點鐘開始的話 變成往後延一個小時的情況之下 變成有可能有人要提早上班 那也有可能要晚下班 那這樣的過程當中 如果系統本身在調時差的過程當中 沒有辦法馬上即時做更動 跟調整的情況之下 變成人資部門的人 他就必須要手動或人工的方式 進行去調節新資的計算方式 一堆內建時間系統全部都要修正 這會是非常大量的修正 系統如果老舊無法執行 時間恐怕永遠都滿一個小時 飛行航班也會受到影響 一旦改變不只安排調度問題大 所有班機起降都延後一小時 原本降落時間如果碰上宵禁 恐怕還飛不回 有一個過渡期或轉換期 就是讓全世界他知道說 進到台灣這個領空 到這個區域的時候 他是有視差的 改時區導致時間使用混亂 網友沒事找查 引發立派網友提出反制 提案維持現行時間 兩項提案雙雙突破門檻 畢竟真的改時區 消耗的成本完全不合效益 還是別鬧了政府認真拚經濟比較實在 記者正人中 陳文藥台北採訪報導